乐天桃源旗下乐天女孩 重磅补强 跨海签下前韩职人气啦啦队员李多慧来台发展 三立新闻网 独家专访运筹帷幄的球团领队和经纪人 曝光网罗李多慧的艰难过程和对她来台湾的后续规划 这次签下全韩人气最高的啦啦队员李多慧 对乐天桃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乐天桃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领队蒲维青受访时表示 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亚洲的啦啦队和演艺趋势走向 李多慧爆出因为人气太高被韩职球团退团后 乐天透过韩国演艺经纪公司联系到她 蒲维青透露李多慧不仅可爱 会跳舞而且亲和力十足 相信她来台湾一定也会大放异彩 但要让一个女生愿意离乡背景到异地发展 乐天桃源球团展现高度诚意 领队蒲维青今年初亲自带领经纪团队 飞到韩国和李多慧碰面 蒲维青表示李多慧本人相当亲切 乐天团队向她介绍了台湾的环境 李多慧也问了很多和台湾相关的问题 感受得到她的期待和喜悦 乐天女孩经纪人转述 李多慧来台最想尝尝到底的珍珠奶茶 也很期待和乐天女孩相见 她对Yuri有印象 觉得她长得很美 腿又很长 是韩国欧巴会喜欢的类型 经过几个月的磋商 双方最终签下合约 但因为有保密条款细节无法对外公布 乐天球团表示 对李多慧来说除了语言格和文化差异 最难的还有乐天桃园上白首的大小姻缘区 求团迎接这位外员 不仅被妥翻译也创了通讯群组 让李多慧和舞蹈总监们直接透过视讯联系 有任何姻缘舞蹈的疑问都可随时发问 乐天女孩经纪人透露 看过那么多啦啦队女孩 虽然只和李多慧短暂的相处 但她积极的态度真的超乎常人 有自信她在台湾会受到球迷的喜爱 请大家拭目以待 未来球团会帮李多慧争取代言 让她的影响力不止在球场 乐天女孩队长兰兰也做好功课 找好正港韩式餐厅让李多慧解香愁 还说要带李多慧去大旦台湾有名的麻辣锅 希望让她能够快速融入环境 最称赞的Yuri透露 会买好几罐泡菜和海苔放在休息室 让李多慧感受乐天女孩的热情 网罗李多慧加入乐天女孩其实评价两极 普韦清表示她能理解部分球迷的担忧 球团战力要取得优势 但场边的活动也要做到最好 她强调不会忘记棒球的本质 而李多慧也转发台湾媒体 对于她加入乐天女孩的相关报道 面对众人关注日后是否将常驻台湾 李多慧也表示 由于也会参与南韩的活动 因此将会台湾南韩两地跑 直呼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多多见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